大家好,我是戴舒萱,我来自英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已经在台北几乎三个星期,到时候又去伊兰、华联,然后又回来台北。 然后我剩下三个星期,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我的预算可能快超过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我只能花五千台币,五千台币我能活多久,OK,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住饭店,这是我的一个挑战,找最便宜的,但是看起来还OK的饭店,五千台币肯定是足够了吧。 我是24,25,我还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我是要搜索一下看看,那也许去新竹吧,跟台中会比较好一点。 OK,那也许这两个月我可以坐巴士,从台北到新竹,然后又到台中。 其实另外我觉得最怕的是买80票,怕我可能买错了,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卖,还是都卖光了这样子。 那一个好问题是为什么想来台湾玩,其实就要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的中文有点退步,对不对,所以我需要回来,希望如果我住在台湾可以吸收或者学习更多常用语,可以讲中文的越来越好,这是我的第一个希望。 第二个是因为现在我可以从任何地方工作,所以为什么不去台湾或是去别的地方,一边工作一边旅游啊,探索新的地方是很好玩的,对吧,算是我的一个乐趣。 第三个原因当然是长荣航公司赞助我的飞机票,只是当然有帮助,对吧,那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这次是全部讲中文,可不可以讲一点英文,有时候会有我的观众问我可不可以多讲一些英文,因为他们都喜欢我的英式口音。 我最希望可以聊一些比较深度点的话题,这样我们比较比较要了解,对吗? 我希望我可以培养我讲中文的自信心,这样可以跟你们比较好的沟通。 自信很重要,语法完美不重要,没那么重要。 你如果多说错,你多犯一些错误,那等一下,慢慢的你被定好了,然后你会发现你的错误在哪里,这样你才有办法修正你的错误,对不对? 看我的眼睛,跟我说,你是不是只是因为怕而不说英文? 好,如果那是你的问题,你没有机会,那赶快点击下方,报应我的课程,OK? 我也有很多老师,我们的小组课程,每周都进行很有趣的话题,他们非常有耐心。 这里有我的一些蓝色的东西是我,所以是比较有趣,比较值得去看的地方。 好,所以这是新竹,新竹。 3-star hotel,还不错。 688,688,已经是我的钱大约五分之一。 好奇怪,我们为什么要有Dave's? 好恶心。 Double bed,3 hours。 不要啦,好可怕。 睡一夜的话,2000台币,已经太贵了,不行。 我不太贵了,我只想贵,OK? The lane backpackers,OK? backpackers,that sounds good. bed in 10-bed mixed dormitory room,OK? 有可能只是我需要做的。 因为是mixed dormitory room,OK,原来是这个原因。 后来改变主意,发现可能台中那边会比较多好玩的地方,就是漂亮的地方可以去看喔。 然后第二夜,我可能住嘉义。 这个地方是a bed in a female dormitory room,600台币。 好了,那我搜索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是一个hostel。 所以也是你跟别人住一起,就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就要省钱,所以可以先订一下这个。 好的,24号,1点半,去普利。 现在我饿死了,想吃饭,然后说继续找找地方可以住,25号。 他跟我说a no room,啊怎么办? 怎么可能全台湾都没有空房,太奇怪了。 好,如果在最后面,有比较多来过人喔。 所以我说我要上巴士,很多人很惊讶,他们说高铁不是要比较快一点吗? 但是我反而认为我比较喜欢巴士,因为它很舒服,你可以睡一下。 然后三个小时没有好吵,还不错,可以接受。 OK,我们走吧。 我带了一个小礼物给台中的那个朋友的朋友。 对,我的朋友们都有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普利? 也有一个人他没听说过普利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都知道,师妹,我搜索一下。 我在网站上,在一些Google上,找到了一些资源,说普利是不错的,有大自然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我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值得看的东西。 我到了普利,普利还是感觉比较remote一间。 对我来讲这样,这会比大城市更有趣一点。 有更多比较local的事情。 像是markets,很多东西都在卖。 据英国人来说,它算大城市。 但是我可以注意到有些古董,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待在这里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它很漂亮,有一种比较新鲜的空气,没有那么潮。 所以我真的是比较喜欢这种气氛的人。 忘记跟你们说,我今天上午有吃12个饺子,跟一杯珍珠奶茶。 总共190元。 好,如果我真的要做这种挑战,我不能说广了。 我忘记我有吃这些东西。 我每次看到这种鸟在笼子里会觉得好可怜哦。 让它们飞出来。 饭店应该在差不多这个位置。 按照Google说的。 在这里吧。 好,我开始有点怕。 我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诶,找到了。 在游记旁边。 好可爱哦。 没有很可怕。 多得了。 我去。 好可爱好。 好可爱好听的。 都应该。 好可爱。 我相信这个饭店感觉很安全 然后老板人也很好 他的小孩超可爱 所以我决定我要先去这个夜市场 在这里我意识到有很多人讲台语 然后我也想学一点台语 我会说 我是英国人 我决定我的发音对不对 我是英国人 讲对吗 一时多人 我是英国人 我是英国人 市场是小小的好像没有开 然后我发现附近有一个素食餐厅 然后我记得我去台南的时候 会几乎每周去一次 现在有很多英国人想吃素的 但是我们可以吃的素东西是新的 那么好吃 不算甜不辣这些好好吃的东西 不会那么好吃 那我该点什么 还是我要炖饭 然后它已经有一点贵 简单的这个就好 我对跟我一生的也是一样 吃冰冰棒 我想找的是那种 应该是素食自助餐 那是我最喜欢的餐厅 素食的自助餐厅 第二天 哇 好可怕 昨天睡不着 因为有三个男人 在那个房间里 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床还可以 所以我不会怪那个饭店 不是饭店的错 是那三个男人 一个是snoring 他打呼打汗的很夸张 但是他也不是最可怕的 因为如果是打呼的不便 那就你慢慢的可以习惯了 就可以入睡 没问题 但是另一个男人 他就是怎么说sleep talking 他睡觉的时候 他会说话 听起来像他在哭 这样子 呼呼呼呼 然后说一些事情 再等20分钟 突然就开始这样子 又这样子说话 如果他是真的没有睡 那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让我开始担心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怪 第三个人 因为第二个 在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应该是让第三个男人 每次这样发生的时候 他会出门 他会去上厕所 然后打开门 然后灯亮会进来 对吧 所以你更容易醒过来 这三个事情 放在一起 就让我真的睡不着 所以我终于可以睡着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有人拉我的胳膊 那个sleep talker 我怕他真的是神经病 想象他在拉我 然后他在推他这样子 一定做噩梦 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听说过sleep paralysis 是当你的身体不能动 但是你已经睡着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 你还在那个房间里的感觉 sleep paralysis 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很幸运 今天晚上我要去我朋友的朋友家 所以应该没有那么可怕吧 早餐店 早餐店 我们来看一下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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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蛋冰和一杯热豆浆 50块 好 你的菜到了 我的菜到了吗 没有 英国也还没有这种机器 我我见过 取完后 记得拣选一部 点击文章 哦 是有的 是有的 我没看到东西 谢谢 它上面真的有我的东西 有我的豆浆 然后 大家都在笑我 他们应该 因为我不懂 但是那个女性就没有想 他帮我找到习惯 要看习惯在那里 好可爱 为什么他要聊到我音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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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明走了 对 但是我之前想跟你说的是 我看过在剑桥有一种那种机器人 他可以把超市的那种食品 带到家 所以是小小的一个 然后他会开车在路上开 然后 其实是在路人的那边 然后他遇到一个赤子路口 他会说过路的话 他回大汗跟旁边的人说 为什么是 说英文 请你帮助我按按钮 去超市 所以好可爱 然后他长得有点点像 像动物 应该是让 为了可以让人觉得它是比较可爱的东西 而不是可怕的 但是我只要在剑桥 看过这些机器 可以送东西 让人家的那种机器 好像这边的花会比较多耶 不太确定为什么市中心的人 没有这么多花 一个就好了 一个就好了 谢谢 18 15就好了 15 好谢谢 现在我有那个早餐店里的 机器人的音乐 stuck in my head stuck in my head 一直等车有点无聊 所以我来买东西吃 东西读 葡萄的味道是在英国比较没有的 很少见的 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 因为是蛮好吃的味道哦 the cat on the lead 我们在英国不 不会看到这种东西 好可爱 cut on the lead 我可以给你零钱吗 可以啊 你要到哪里 22元吗 到温泉 你要到温泉 温泉是114 114 114 114不是很贵吗 好我到了 但是听说附近会有温泉 然后我有点肚子饿 所以我可能买这个 鱼头 这个是吗 这个是扁 酥扁 哦 鱼头扁 哦 鱼头扁 好 一个 一个40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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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感觉要像比较少人回来 但是它会满足我的需求 对我已经习惯了大城市 但是我比较好奇 在这种比较小镇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刚才有一个很可爱的家庭 他们想跟我合照 他们有问我说 你是不是一个人来啊 我说对啊 然后他们告诉我 他们来这边玩四天 这样子 我要来吃个午饭啊 还好 感觉会有一点贵的 番茄蛋花汤跟青饼道理菜 应该足够吧 也很健康 泡茶 泡脚 很开心我来到这里 因为真的很美 比较漂亮 大自然就好 这是我的希望 因为在台北三个礼拜 已经感觉有点 啊 有点紧张吧 就是 嗯 没有很平静的感觉 我慢慢的意识到 我如果好久没有 接触到大自然 我可能会感觉 嗯 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我们可以 平平静静的走路 没有什么特别是要做的 只是走一走就好 滚 太酷了 哦 我吃点很漂亮 我吃点很漂亮 这是个畏光 沙里的有点 好 我吃点ipse Campbell 建设在地瓜 地瓜圆桶圆 rarre 一百 一百 对 谢谢 我是这么幸运的 不要进来吃这个火锅 让我听说它的名字是 烧烤鸡 我说对了吗 炸了一 我们和健健的锅锅高做法真的不大一样 炸 炸 哦 先健在炸 对 苹果西达 我刚喝了一点发现它味道好强 OK所以现在我在台中 然后这是呼补鸡 也是我第一次吃的一个东西 听说它的皮肤有点黑色 是因为品种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口感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来试吃 它的皮肤比较嫩一些 蛮好吃的 然后我吃起来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 是这个 烧烤鸡 里面有酒 所以 酒的味道真的很重 很特别 这不是中文吧 哦 龙虎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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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巴鞋 有 从看它我就知道应该是好喝好吃的鱼 哇 嗯 橡牙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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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怪 我的台中朋友的公司 卖饺子跟辣酱 所以我有机会尝试一下 你可以看到是这么天然手工的食品 我需要控制自己 不吃太多了 青花椒是中国市场传统的调味品之一 青草时有一位川菜名厨 在烹调食物时加入了青花椒 使得菜肴更加美味 我跟大家说这个酱真的好吃 味道有一点甜一点辣 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 连结在下方哦 好 现在我在台中 然后有朋友的朋友他们非常好 仍然太好了 现在我在贝豆的殿安宫 想进去看一下人是怎么拜拜的 所以这里已经算是几百年的老庙 所以这里也有很多物易故事啊 因为都会叫孝顺这件事 然后这是马祖娘娘 她会每年出七次去不同地方 所以这一次是从新刚来到这里 所以这一张的寓意是祝你考试顺利 月小老人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个亲女 想老公 男朋友女朋友都可以来拜她 所以这是最壮观的 它是观音 所以庙都是从右边进去 所以座边出来 好大家要记得哦 我要模糊的嘴巴 会赚钱 会赚钱 要模糊的头 可以盖房子 很好的房子 模糊的耳朵 可以变得很聪明 模糊的肚子 可以 贵人会来帮助我 然后 模糊的尾巴 会存很多钱 可以存很多钱 就这样子 现在都有了 好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大的火锅 对 这算是蛮大的 他们这个算是他们的一个招牌 很滑溜溜 我确定有这样 会不会 德菜还是 好 就是再加一 另一个秒 好 天公 然后 好可爱的狗狗 你们在做什么 这应该是很老的庙 已经大约上百年了 好多钱哦 所以这是炭烤陶鱼 脆脆的 吃起来像大海一样 这是杏仁茶 有点点 一点点 鲜然的味道 但是不会太重 然后有点很奶味 Kind of milky 这样 我喜欢 摩烙 摩烙是用花生的花生粉 米跟芋头混在一起 听说这个大灯 你如果走出去 会生儿子 对啊,他们人很好 那么在一方面 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 只有我销售的 我从英国带来的礼物 有送给他们 但是除此之外 我是强制晚餐的时候 我强制去买单 然后这是我的机会 我可以表述我的感谢 好,那我赶快去买单 但是后来 出了 因为我钱 钱拿不出来 所以他们就又买单了 真的非常感谢这些人 因为也是刚认识而已 他们非常有原情味 但不仅在他们那边 送到我这么多礼物 真的希望有机会 他们可以去英国找我 然后我可以 带一份这样,就是请客 请不吝点赞